登录Schoology后 你将进入你的家长界面 要访问孩子的账户 并在多个子账户之间切换 你需要单击右上角 位于你的姓名旁边的下行箭头 在你的名字的下方 列有与你的账户关联的孩子的姓名 要查看孩子的使用情况 请从下拉菜单中 单击孩子的姓名 请注意 你现在看到的是你的孩子所看到的界面 下拉菜单的勾选标记 会表明你现在看到的是哪一个账户 选择你的孩子的名字 将允许你从你的孩子的角度 来查看Schoology的使用情况 如果你有不止一名孩子在BCPS上学 请返回下拉菜单 并用绿色标记勾选你想要查看的小孩 我判叮 operates 那么小孩 你帮你跟她嫌げ 大家看到这个母案